长实黄中坑站Blue Coast公布项目楼书 全盘642伙,三房占7成2 而全盘的单位目标月底前开十 上个月二手涉养比率急升到近三成,创近15年高 卖楼有钱赚的二手业主占不够七成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有楼看,我是陶着文 新盘工势浪接浪,在康城项目周末推售之前 详实在黄竹坑站的Blue Coast都公布了楼书 全盘会提供600多伙,主打三房目标月底前卖楼 近年新盘工认重镇之一,位于黄竹坑站车厂上盖 由详实与港铁合作的港岛南岸第三B期Blue Coast 上个月公布明明以来,正式上载项目楼书 继续向今个月开售的目标进发 今期涉及642伙,两房占110伙,实用面积452至538呎 主打三房有465伙,占比多达7成2,介乎728至1,006呎 至于四房全部超过1,002呎,还有少量连平台的特色户 楼盘分两座,再细分造AB翼,当中1A、1B座,每层4火 各自有两部升降机 2A和2B座密度高些,每层6至8火,每翼三部电梯 而且两座单位一致排开,形成相对较长的走廊 全盘开积最小的单位来自2B座6至39楼D室 是452呎的两房,经过细缘关,旁边是开放式厨房 而且有三边工作台面,比时下新盘休成 新盘设置在近饭厅那一边 对出的大厅有130呎,饭厅可以摆洗餐台 客厅设有转角大窗,提升采光度 不过可以摆家具的长身不多 细碎房有大约55呎,开职市正 足以容纳单人床和衣柜,这里外连冷气机平台 可能带来噪音 对面的主人房开积较大,有75呎 房门背后有空间订造衣柜 另一边还有足够地方,做到三边落床 浴室切于大门的旁边,空间合理 有齐洗手盘、座翅和浴缸 不过没有窗,要靠抽风机通风 项目全数两房都位于2B座 纯两房得50火 另一款530多呎由60火 分别在于多一个套次 发展商曾经说 项目的每呎成本达到2万8千元 预期首批单位的呎价或高件3万元 至于惠德峰的Seasons Place 早前落实星期六卖300多火 最新收票数字已经上到8000张 相当于超额20倍 至少50组的大手客计划要买6火 作为近5年同区最低价的新盘 惠德峰地产和港铁合作 日出康城Seasons Place 继续接受登记之余 早前已经推出第三张价单 并且落实星期六首轮开售 推出火数占全盘超过一半 新一批108火 较原定存盘两成 大约130火小 涵盖1至3火 折实大约485至1081万 赤价升至14300多元起 最高16200多元 平均15095元 较首两张价单高3%至6 仔细比较 相信仍然是原价加推 二生一批3A座32楼B室 折实710万 赤价14352元 同上一批31楼同室 赤价14323元相比 高一层只是贵0.2% 只是反映一般楼层的差距 发展商同时推出368火 星期六首轮推售 一房折实447万起 全数115火 是500万以下 接近六成 即218火是两房 大约602万至759万 还有少量的三房 23火折实超过1000万 参观3B座38楼A室 665尺的三房示范单位 大厅超过160尺 开直视镜 方便家具摆位 退开落地玻璃烫门 可以通往三合一露台 正在开直视镜 撇除冷气机平台 这里占38尺 三间睡房和两间浴室 都在长走廊里面 这里占超过30尺 先参观尽头的主人房 寸区有接近70尺 相信可以做到三边落床 还有转角窗 提升房间采光 近门口的角落可以订造衣柜 放了伤人床之后 床尾和窗边还有空间 可以放置矮柜或梳妆台 套次开直合理 以前灰色和白色作主吊 有空间放浴缸 另一边还有窗通风 有座排走湿气 其余两间睡房开直相弱 分别只有不够50尺 相信用作单人房仍然可以容纳基本的家具 厄刺和套刺的设计相近 有齐镜柜、洗手盘和座廁 不过只设臨浴间 而且是没有窗 最后看厨房不够50尺 有上下两列的厨柜和曲尺形台面 扣除升盘和明火炉头 还有不少的避餐空间 示范单位将会在第一轮推售 截实1028万,尺价15459元 至于3B座同室有35房 由9楼大约971万,尺价大约14600元起 去到最贵62楼1081万 亦都是今轮最贵的楼王单位 无线电视周艾然报道 上个月底楼市切勒 为市场注入动力 不过在整个2月 二手交投低迷之余 造价亦是持续受压 期内的涉样比率 还升到近15年新高 适逢楼市传统淡贵 加上预算案前夕 市场官网气氛浓厚 拖累二手私楼涉样比率 创接近15年新高 莫利比率亦都跌至当年低位 尼加角统计土地注册处的资料显示 上个月1238宗二手私楼买卖登记 只有863宗帐面有钱赚 比率跌至69.7% 按月回落0.9个百分点 兼刷新2009年5月以来 接近15年新低 至于涉样个案有366宗 是近11个月以来第二高 整体占比达到29.6% 按月急增1.4个百分点 同样是创2009年中以来 即是接近15年最高的纪录 分析预期 涉样比率将会继续恶化 涉样的中数一定仍然会有 因为就是没有了SSD 多了一些业主可以即时买楼 有些手头比较紧拙的业主 可能有些资金周转需要 变成了它就会在这个时期 就放售物业 这些放售物业在近这几年买的 都一定是难逃涉样的命运 所以反而会拖低了获利比率 和每一手赚福 陈海潮预期二手获利比率 三月可能会下市六成八的水平 最快下季中后段才有机会回稳 无线电视周雅然报道 休息一会 回到家居置库 验收一个低层的六字居单位 对出有不少渠管 有什么风险呢 回到节目时间 虽然低层单位赤隔会便宜些 不过普遍都不受欢迎 以下这个底层的六字居单位 有什么潜在问题 六字居恒常化六年多 帮准买家在传统居屋以外 提供更多的置业机会 例如有钻石山项目近期就交楼 是2021年预售的启钻院 验收第三座启池各一个单位 实用大约283尺 比屋院最小的户型多100尺 刚好合乎住宅面积下限的规定 但基本上都只可以用来 做开放式单位 因为如果勉强选个睡房出来 客厅部分就会完全没窗 而且单位在大厦底层 高度不够加上面向浓长度 景观就单调一些 业主说因为抽签丑号 几乎在最后 选择房间的选择已经不多 最终以183万入市 赤价大约是6483元 验楼师来到单位 未入屋只想打开大门 已经遇到第一个难题 如果入伙之后继续如此 每逢邻居深夜或清晨出入 业主也挺难有好份 发出一些很刺耳的高频声音 原因是因为门线本身开关的时候 底部刮到金属轨 导致两个金属之间窝刹 有很尖的声音出现 我相信和设计有关 因为留意到底部的开关 其实相当小 其实烫的时候 很容易会有刮轨的情况出现 在这个情况 我留意到不仅是单位 其实很多单位都有这些情况出现 可能整座单位 如果有人进入单位里面 其实亦亦产生一些刺耳的噪音 其实邻居之间相当滋咬 长远都担心影响内容性 都需要通知房屋处 就要重新再做打磨或财战 由于是底层单位 外面就是公用平台 铺满了大大小小的喉管 接驳整座大厦的牌污 还有供器系统 研楼师就提示业主 住落之后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时刻关注外场的状况 窗望出去就是一个公用平台 外面有很多排水渠或设施 而且也留意到有些煤气管 我们担心平台的防水层 会有滲漏的情况 过往检验类似的单位 大雨的时候雨水 经过平台的破水的防水层 滲到单位里面 令地台和长脚有严重的滲水问题 业主将来入伙的时候 需要特别留意平台会不会有积水 或者垃圾的淤积 甚至渠管有没有滲水 滲漏的问题 因为本身涉及一些排污渠 否则滲漏都会担心 影响环境卫生 如果有的话 应该马上尽快通知管理署 去更进处理 提起排污渠 过往又不少底层单位 因为喉管接通整座大厦 一旦不幸 其他住户引起淤塞 便会发生倒灌 污水经坐翅涌入屋 翻查防委会的数字 曾经在三年间收到 630多宗相关的投诉 不过来到最新的陆寺居 已经针对性地改良了设计 低层单位最担心 就是那个浑渠 如果有淤塞的情况之下 上层的污水不能排走 便会有倒灌的情况出现 留意到这个低层单位 本身的座座的排水渠 就独立于整个大厦的其他单位 直接排走 这个大厦本身的风渠的尺寸 其实都已经由传统的四寸 增加到六寸 就减低了那个大厦的工渠 淤塞而引致倒灌的风险出现 亦都需要提醒那个业主 进入初期的时候 亦都在装修的时候 避免将一些大型的垃圾 或者泥沙倒入座座 那里 减低那个淤塞的风险 在一间屋的装修里面 就算只是清水楼 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金属配件 但这正正是单位表现最差的一环 厨房、厕所的喉管未入伙 已经生瘦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单位我发现检验之后 最大的问题就是五金方面 例如你看这个窗的窗窗 其实看到有严重生瘦 明显生瘦的情况 无论是厨房门、浴室门的五金 包括了门窗、门锁 甚至一些门瓶 甚至坐刺底一些螺丝 都有生瘦的情况 风水口的铜口都有铜率出现 其实单位还未入伙 要有这么严重的生瘦 显示物料里面有很多杂质 有机会影响水质 建议都需要尽快通知房屋署方面 都需要检讨在物料上的质量控制 验完整间屋 賴达明说 相比几年前的资座出售房屋 例如是居屋 这个单位都有进步了的地方 很多时候他们都没有做好的收口 甚至这个位置可以整个小银 都可以放进去 但留意到这个单位 所有门框套完全做了收口 也没有爆开的情况出现 显示施工质素有改善 另一方面 就是我们俗称 空心村的长寸空谷问题 这个单位其实我检查了全屋 包括了浴室厨房 唯一发现只有一块空心村 就是这个位置 刚刚復建居屋之后 过往最高纪录 试过一个单位有70块空心村 当时来说相当多 相当严重 但今时今日 我相信CQ质量已明显改善 他说有关部门近年 越来越正视质素问题 交楼装修改善了 他就期望在跟进问题 执收方面 未来都会继续进步 香港地小人多 经常面对房屋短缺的问题 当局历来 都想过不少办法解决 其中一个尝试 早在1950年代已经推行 当时政府将住宅地皮 按市值三分之一的特贵地价 批给本地公务员组织的合作社 再由他们自费建屋居住 即是俗称的公务员楼 不同部门都拥有各自的合作社 而政府不单提供低息建筑贷款 容许分20年贪患 社员的子女也可以继承单位 但都有条件 同一个合作社中 最少10个人必须得到长逢 即是合乎退休金资格 住户又要放弃其他房屋津贴 不可以持有私人物业收租 只能以公务员楼作为唯一居所 在全香港之中 土瓜环和码头为一带 可以说是公务员楼最密集的区域 但原来并不是官方特意规划出来 合作社扎根在这里 完全是历史的偶然 土瓜环这区 例如靠背拢笼 尾线同道 这两条街 中间一纳都是大型公务员合作社 是不是政府刻意 我相信不是 这个历史来说 因为以前这个位置 其实后面是一个山 笼的意思就是一个小山丘 其实以前是农地 我们往海那边 早年一九零几年 一九二三零年代 其实那里发展了一个工业区 下面是繁华都市 这个山很宁静 很牽软 其实没什么要 政府觉得这里是对的 你可以自己开发 开发第一个合作社 然后连绵不绝 发展一个群体效应 聚在一起 很正常 所以不是因为这里只有天同口 因为以前比较牵远 比较荒谬 全香港现在还剩下 超过200座公务员楼 不少单位的内拢阔阔落 而且在合作社的背景下 维修保养也比一般的旧楼 但因为楼铃去到强帕门南 除了私人发展商收购 也逐步被纳入市区重建的范围 何具业就相信 重建的理据充足 能够增加房屋供应 并且改善合作社居民的生活环境 当年住或建议 其实是公务员自行组织 所以他们自己在这里住 更加关心楼梁状况 而且大家都容易熟落 因为密度低 我观察过这么多公务员合作社 都有不少部分 其实它的状况都尚算良好 虽然去到现在60年了 甚至有些接近70年的楼铃 不过它的设施就是简楼 所以其实去到今天来看 第一 它就是低 对土地使用似乎未曾避尽其用 第二 变了很多现代的必需设施 升降机又已经是一个最重要的 因为现在很多住客 老人家 那业主老人家 它上落不便 而且始终楼都会残舊 当然业主觉得喜欢环境 但是这些价钱做维修 变了很多业主也有负担 有一个重建的契机 例如靠贵笼道 和浙江街的公务员楼 占地达到16万呎 接着土瓜环站C出口 早前获得成规会开绿灯 会由市建局提高地积比率 重建发展超过2300个单位 当中北地盘建五座施楼 涉及1300多伙 南地盘就建两座首置盘 高度限制也放宽到140米 换言之 区内现在不过六层的旧楼 将会变天 成为接近40层的住宅群 当年低密度 可能只有五层楼 但是到了今天 就开始仓海桑田 现在变成城市的核心区 附近也很自然已经有高楼大校 包括私人发展 甚至也有早年的工营工发展 会看到密度高了 楼宇也高了 所以只不过 我们将特别矮的 变成比轮的楼宇高度 或者城市密度 我觉得在这样的角度看 其实也不是不协调的 但是当然了 以前我们看惯了 突然高楼中间有一堆矮楼 好像比较开阳 附近楼宇就觉得好像少了景观 但是城市发展就是这样的 我们以土地稀缺的环境之下 我们也要接受一个景观可能被影响 看回事件局推出的第一个合作社重建项目 也在同区的盛德街和码头冲道 去年12月已超过19亿 批出给顺志牵头的财团 作价低市场估值两成 局方事后都说项目埋单计数 最少是15亿 会否影响将来其他合作社重建 如果在市建局的角度来说 坦白说它都背负着一些社会责任 因为政府差不多建立市建局 就希望推动城市更新 所以无论在逆市、顺市 有没有好的情况之下 如果是需要做一些建设 或者是城市改造工程 我想都要做 周边整体的楼价 其实都是下降调整了 可能做补偿 其实城市也相应是调低了 我觉得这个我们也没办法 因为一定要赚钱才做 今天不做 遲些去到顺势好市的时候 可能城市会更高 他又说重建之后的新项目 能够提供大量车位 绿化空间和商业设施 对整个社区都有帮助 各位节目时间够了 我们星期五再见 拜拜 拜拜